第33题,小齐的爸爸倒了一杯300毫升,酒精度为4.5%的啤酒,妈妈则倒了一杯100毫升,酒精度为16%的葡萄酒,则有关这两杯酒下列叙述何者正确。 这里有选项中提到了所含有的酒精量,酒的浓度是用体积百分浓度,但是我们可以比照重量百分浓度,就是我们的溶液乘以浓度会等于溶值。 所以我们的啤酒它的300毫升乘以4.5%就会变成12.5,就是有12.5毫升这么多的酒精,而我们的这个葡萄酒它是100毫升乘以16%,所以它就有16毫升的我们的酒精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葡萄酒的酒精比啤酒酒精来得多,所以选项A是错的,选项B是对的。 而我们看到了我们这边的这个16,因为葡萄酒的浓度是用所谓的体积百分浓度,这个16是指16毫升,不是16公克。 所以选项C呢也是错的。选项猪我们可以真正的去算出来,两杯酒的混合的百分浓度是多少,但是不需要算,我们就知道选项猪是错的。 因为一杯比较淡,一杯比较浓,混在一起之后,浓度会借在两者之间,会比低的要多,会比多的要少,所以呢,我们的酒精浓度一定会比16%小,不可能到20.5%,所以我们确定选项猪是错的。 因此第33题问我们说,则有关这两杯酒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B,啤酒内的酒精含量小于葡萄酒内的酒精。